107年台东县运动爱台湾体育有工人员表扬 暨地方社团成果发表会 9月2号上午在宝桑国小活动中心办理 在高秀娇老师指导的陈运排舞班 及洛前光老师指导的台东县太极拳委员会 精彩序幕表演之后随即进行表扬活动 副县长陈金虎颁奖表扬 获得全名运动推广奖荣誉的 台东县立体育场活动组组长陈毅慧 台东县体育会溜冰委员会推荐的薛文慧 以及台东县体育会期待委员会总干事李长荣 颁奖表扬获得杰出教练奖荣誉的 东河国小总务主任谢宗瑜 风里国小体育教师李新芳 新生国小专任教练张志轩 台东高中特教组长庄丰明 大五国小训导组长陈建新 台东县体育会理事长姚庆林议长颁奖表扬 获得杰出运动员奖荣誉的台东体中李燕敏 台湾体大温承恩 2018亚运中华代表队选手杨献慈 及台湾体大杨博恩 颁奖表扬获得推动体育有工团队 台东县体育会牧球委员会 以及台东县立桃园国中 陈副县长感谢他们为台东带来的活力与信心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觉得 我们心理上就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活力 因为这个是台东的根本 台东就需要这一种活力 这一种动力 不管从这个学生 他们在各个阶层的努力以外 在体育活动的竞赛之外 其实我们社会上还有各个年龄阶层 各个社团都充满了活力 我觉得台东跟以往不一样 那我们县政府要做的 就是要做到更好的环境 不管是在室内的场馆 或者在外面的公共设施 其实我们都要想到一点 怎么样让我们的民众 能在这些场所有更好的活动力 把环境拧着好 然后我们社会上各个阶层 大家都愿意去努力 愿意去带领这些活动 有能力的人就协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大家在这里生活上就充满了信心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让台东变得越来越好 各位在生活上也越来越有活力 越有信心 老理市长则期待大家 攜手努力推动运动观光 促进地方产业的发展 那我很高兴就是大家对体育会的认同 以及我们越来越跟各个团体有很好的连结 期待各位竞技选手跟非竞技的选手 让台东能够以运动观光来做未来我们推动的项目 因为运动不只是一件让自己非常身心有意的事情 我们也期待它能为台东促进产业 因为我们看到了在棒球 在三铁 在冲浪 各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只要我们用心的推广 都可以把运动项目成为产业 让我们的运动选手 家人或喜爱运动的朋友 都可以来到为台东的运动 做更多的经济上的付出跟贡献 表扬典礼完成后 进行林素贞舞蹈社 新日本舞勇舞蹈团 合合音乐操健康协会 仁爱长青气功协会 喜悦土风舞文康协进会 张菊英美姿韵律舞蹈社 台东县健康会 外籍配偶协会 太极气功18式推展委员会 群方运动舞社 东城新传赠子太极拳协会 陈运舞蹈社 吴告赞舞蹈社等 台东县地方运动社团的成果发表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